大公報 新思路左西南邊瑞德雲坡簡成蝶加花園邊開放主題論壇在雲南德雲舉行 2015年7月22日德雲專題B-07董雪雲絲之路在我國可謂是佳語護曉 徐漢圈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推進 絲綢之路受到世界的關注 作為古代南方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 當下 德雲積極融入一帶一路戰略 全力推進跨境區域合作 經濟發展顯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近期 推動一帶一路建設 加快我國園邊開放主題論壇在德雲州舉行 海內外的目光在者裡匯聚 經濟學領域專家學者就論壇主題展開了演講我討論 在採一局的同時 對瑞麗試驗區的發展提出了建議 並對瑞麗如何融入一帶一路進行了積極有益的探索 這個美麗的地方正在破簡成疊非進他的印度洋時代 問 圖董雪雲把脈問陳一帶一路中國為什麽實施一帶一路戰略 是否有能力實行 一帶一路的出台有甚國際背景 全景一帶一路應該是什麽樣的 來自中國經濟學領域的精英在論壇上就這些問題進行了把脈問陳 估勝了 能源合作是絲綢之路經濟大的重大引擎和握手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 民建中央副主席估勝了用詳實的資料揭示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規律 指出新常態與高度發展期的分割符合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規律 當前中國速度從高速轉向中高速 發展則從低端轉向中高端 故性左指摘了崩潰論 通過橫向的對比得出 中國的經濟發展仍充滿了活力 故性左認為中國的發展時機遇與挑戰並存 並指出新常態下實現不一樣的增長需要自衛型的紅比特主義 而非聰明形海恩施主義 即聰明贏得一時 自衛天場地狗 對於一帶一路 故性左認為能源合作是絲綢之路經濟大的重大引擎和握手 建議各國建立能源俱樂部 構建能源組織協調新機制 優化和重組當前國際能源秩序 楊先明 關注原邊開放難點 雲南大學發展研究院院長楊先明認為 當前的一帶一路建設不會一帆封信 會面臨一些難點問題 如西南地區甚至中亞一些地區屬於國際生產分工的灰色地帶 以雲南周邊國家為例 大多為不發達國家 使亞洲生產國際分工網絡的邊緣區域 與中國的對接西必產生各種困難 近年來 除光歐瑟國家資源民族主義的抬頭 也使原邊開放的環境產生了不確定性 為此 楊先明就原邊地區發展的國際經驗與到場人員進行了分享 提供一些解決問題的經驗和理論 跳出發展化地強快與輪國合作在主題論壇上 專家學者圍繞雲南在一帶一路中面臨的機遇 挑戰以及風險作了深入研討 大家普遍認為一帶一路建設中現實面臨跨境經濟合作區建設方案 大都未獲中國與輪國中央政府的批准立行 雙方缺乏國家高層共識 合作區建設缺乏政策體系支撐 國家層面的總體設計及政策發揮的制定相對滯後等諸多問題 而建立行之有效的合作機制成為公式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陳建安認為 在大家都亦衝一帶一路建設時 需要用冷靜的頭顱看待問題 目前一些區域性合作機制實際並未產生實質性的成果 對一些國家的投資存在財產安全 人身安全等風險 同時設計不能求快 中企華資產評估公司總裁權中光談了自己在非洲的所見所聞 一些國家只有日產車 原因是日本無償援助了道路建設 售援國只買日產車 這就是無償援助的收益 我們需要向對手學習 對外投資需要有較強的目的性 特別是一些援助性投資 要到達應有的效果 優勢在邊緒戰略事基礎近年內 一系列理好政策陸續出台 把德宏快速地從邊境挖地推到開放前沿 成為原邊特區和西南開放的焦點 中國與東南亞 南亞合作發展已進入新時代 德宏如何打造原邊開放的最前沿 大岸文 之專家學者在論壇中進行了深入探討 大家認為 誰來的區位優勢非常明顯 自然資源得天獨厚 是原邊地區發展的一個代表 在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背景下 誰來試驗區遇到的一些問題是有代表性的 比如在跨境合作經濟區建設方面 許多問題不是一個地方政府能解決的 需要將地方戰略中央化 推進合作區建設的協調發展 將有助於解決這些問題 昔日廢煌邊謀當下開放前沿 中國時工商文明發育最早的古老國道 可以上訴至國號為商的遠古時代 商人出身的千古一商管重手開示農工商並舉先例 商業的開發泛榮吹生了強姓的齊國 商業之美揮影及E.Q.熟悉又陌生的歷史 啟於漢代的絲綢之路 正是這種商業基因的世代延續 據守中國西南邊隨耀衝的德宏 與絲綢之路淵源深厚 是古代中國通往南亞東南亞的主要通道 據史料記載 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經德宏仍剛到達緬甸境內的白幕 從白幕再到印度 從印度又可通中亞 歐洲 如今德宏境內環為留有古代絲綢之路的展道 古代絲綢之路對當地的文化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因為受漢文化影響較大 德宏境內的歷族也有漢歷之稱 如今期生產 生活方式都融合有漢文化的元素 有歷史學家認為 研究表明德宏帶族的漢文化身影許多都源於當年絲綢之路的影響 近代以來 混雜於此的商股依然樂易不絕 貿易往來頻繁 改革開放後 德宏興起邊貿易潮 旅遊熱潮 當時邊境全方位開放 上世紀80年代 德宏洲邊貿報入了鼎盛時期 創造了全國邊貿看雲南 雲南邊貿看德宏的輝煌 成為我國最早開放的邊境貿易區 德宏洲如今擁有兩個國家一類口岸 兩個國家二類口岸 全州有九條公路 二十八個道口 六十四條通道以及一條國際通訊光纜 九條書電線路連通緬電 抗戰時歧視田緬公路 史迪威公路 中印書由管道三大通道的出入口 現為320國道和GZ65 杭州瑞麗高速公路 泛納鐵路西線大里瑞麗鐵路的終點 德宏地處中華經濟圈 東盟經濟圈 南亞經濟圈的交匯點 是中國陸地連接東南亞 南亞 走向印度洋的最佳結合布和最便濟的通道 是中國面向西南開放橋頭堡的黃金口岸和雲南對外開放最前沿 未來將成為中緬國際鐵路和公路通道 中緬遊戲管道 中緬水路聯運的出入境選 與納和重要國際陸港 時下 德宏在政治 經濟 文化 教育方面主動融入和服務一帶一路戰略 圍繞建設園邊獨區 開放前沿 美麗德宏總目標 開啟新的絲綢之路的建設 並準備擺有一個絲綢之路的全期樓級後人書社 加強國際合作走向開放前沿 根據瑞麗國家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發展規劃 瑞麗有意與緬方建立中緬瑞麗牧者經濟合作區 提出原瑞麗綱兩則雙方拿出對等面積 如初期各自先拿100平方公里 實行兩國一區 互聯互通 共同規劃 封閉管理 自由貿易 高效通關 的運作模式 以及通過政策 機制和運作模式的創新 來給引南亞 中南亞區域各種生產要素快速集聚 促進區域貿易發展和主動與中國聯通基礎設施的願望和需求 實現以貿易帶動產業 產業促進貿易 為緬邊開發開放廠出一條經濟發展 商貿泛永的新路 再推動一帶一路建設 加快我國緬邊開放主題論壇上 據瑞麗試驗區專職副主任蕊紅呈介紹 目前 瑞麗試驗區議員光暴震 北汽 銀牆等行業 據頭預計一期產品今年可下線 一大批來自國內的知名企業 以及來自緬甸 新加坡 日本 泰國 西班牙等十多個國家 以及香港 台灣等地區的投資商已紛紛落湖試驗區 已經形成從汽車產業到果品產業的適合區域特色的 原備的產業體系 另據了解 緬方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續曾向上申報開放相關通道 以暢通物流運輸線 並以原瑞麗剛規劃一個龐大的加工生產基地 對於中緬瑞麗牧者經濟合作區 儘管屬於一種趨勢 前景也令人期待 但實際操作與達成 由於涉及到外交 關稅 邊檢等一系列問題 超出地方的許可權範圍 恐怕還是論壇上的專家們所說的 需要地方戰略中央化 需要說明的事 由於牧者一線一直是免政府控制區 加之與瑞麗有光州好的友論基礎 此前的邊境戰亂並未影響到瑞麗牧者一線 要注意別的確問題 請教同互動來不及可情 請教同互動先吃 請教同互動先開放 請教同互動先試騎 請教同互動先推動想 請教同互動先前往佌動先落選 請教同互動先來不及可情